银河帝国 十一 曙光中的机器人 第二十五集 我要感谢你 照亮了我的生命 而且 在不知不觉间 让我了解到了生命的价值 你等于 替我开了一扇门 帮我找到了一条路 为我指出了一个 新的方向 那次的接触 本身算不上什么 但它却是 一切的起点 它的声音 越来越小 有那么一阵子 它还闭上了嘴巴 陷入回忆中 然后它忽然举起食指 不 什么也别说 我还没有讲完 在此之前 我也有过一些 非常模糊的幻想 我想象 自己和另一个男人 做着我们夫妻之间 才会做的事 可是多少有点不同 虽然我根本不知道 有什么不同 而且 有些 不一样的感受 但无论我怎么想 也想象不出具体的感觉来 我很有可能一辈子 都在试图想象那些 想不出来的事物 我也很可能会像 许多的索拉利女性 我想 男性也一样 即使活了三四个世纪 死前仍然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虽然曾经生儿育女 仍旧 什么都不懂 而我 只是清除你的脸颊 伊莉亚 居然 就开窍了 这是不是很神奇 你让我学会了 该想象些什么 并非机械式的动作 也并非呆板的 勉强的身体接触 而是一种 我从未梦想 能够达到的禁忌 脸上的表情 眼中的火花 温柔感 和亲切感 以及种种 我甚至不知道 如何形容的感觉 或许是接纳 是解除了 人与人之间的方理 我想 那就是爱 这么简单的一个字 就能包含 这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自己 爱上了你 伊莉亚 因为在我想来 你有能力爱上我 我并不是说你爱我 而是我认为 你能这么做 我从未体会过爱情 虽然这个字眼 在古典文学中 经常出现 但我不明白 那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我常常读到的 荣誉一样 虽然书中的人物 不惜为他牺牲性命 我却完全无法理解 我学到了 爱情 这个字眼 但从来不明白 它真正的意义 至今仍是如此 或许 我触碰你的举动 就是心中有爱的表现 从此以后 我就能幻想那些事了 不久 我来到了欧罗拉 还一直想着你 一直怀念你 一直在心里 不断地和你说话 而且还幻想着 自己在欧罗拉 能够遇到一百万个伊莉亚 她停了下来 陷入沉思片刻 突然又继续说 结果 事与愿违 没想到 阿罗拉和索拉利 殊途同归 情况一样糟 在索拉利 性爱是不对的 大家痛恨她 避之唯恐不及 由于对性的增恨 使我们的男女 无法相爱 而在阿罗拉 性 则是无聊的事 大家轻易地接受她 把她当作呼吸一样的 稀松平常 如果某人性欲高涨 她会随便找个 看来合适的人 只要双方并非忙得 不可开交 两人 便有可能 以任何方式 发生性行为 就像呼吸一样 但是呼吸 能带来 至高无上的欢愉吗 如果你窒息了 那么在获救之后 你猛吸的第一口空气 或许甜美无比 但是 如果你从来 不曾窒息呢 还有 如果人人变得 无时无刻 不需要性 那会如何呢 如果让性教育 和阅读 写程序等课程 平起平坐 那又会如何呢 如果大人认为 孩子们从小 就该亲身实验 还认为 青少年可以从旁协助 那将是个 什么样的社会 在俄罗拉 性 就像清水一样 唾手可得 所以和爱 毫无关系 正如同在 索拉利 性 是一种禁忌 和羞耻 同样和爱 撤不上任何关系 这两个世界 儿童都很少 而且 若想生育下一代 必须正式提出申请 如果申请获准 就必须从事一段 专为生育 量身打造的性行为 那想必 气无聊 又难受 而若干十日之后 如果女方 还没有受孕 双方 却已经大起反感 则会求助于 人工受孕 从有一天 人工生殖 会在奥罗拉 流行起来 就像现在的索拉利一样 于是 受精 和胚胎发育的过程 都会在基因室里完成 而性行为 将会成为单纯的社交活动 和游戏 如同太空马球一样 和爱情 毫无关系 我无法接受 奥罗拉人这方面的态度 伊利亚 这抵触了 我从小到大的教养 我曾带着 惶恐的心情 追求性满足 结果 没有人拒绝 但 也没有人重视 每当我主动现身 无论是前 是后 对方的眼神 都相当的空洞 他们一定在想 只是又做了一次罢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愿意做 但 也只是愿意 而已 而且 碰触 碰触 他们的身体 对我毫无意义 那和碰触 我的丈夫 没什么两样 我学着 慢慢适应 学着 跟随 他们的动作 学着 接受 他们的指引 结果 仍旧感到 毫无意义 久而久之 我连自己解决的冲动 都没有了 你让我体会到的感觉 再也没有出现过 终于有一天 我放弃了 在此期间 法斯托弗博士 一直是我的朋友 在所有的奥罗拉人当中 只有他 对索拉利上发生的事 一清二楚 至少 我是这么想的 你也知道 完整的经过 并未公之于事 更没有出现在 那个可怕的超播剧里 我只听说过那株戏 始终 拒绝观看 此外 奥罗拉人 非但不了解索拉利人 而且 还蔑视我们 好在有 法斯托弗博士的保护 我才未曾受到伤害 后来 我又陷入了 绝望的深渊 也多亏他 伸出援手 不 我们并不是情人 我可以对他献身 但是 当我想到 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 伊莉亚 你带给我的那种感觉 再也不会出现了 我甚至怀疑 那可能 只是记忆 跟我开的一个玩笑 所以我放弃了 我并没有向他献身 他也没有向我求欢 我不知道他为何不那么做 也许因为 他看出来 我之所以绝望 正是由于 无法从性爱中 找到任何慰藉 而他 不想让我再经历一次失败 以免加深我的绝望 他在这方面 对我设想如此周到 足以证明 他是一个多么好心的人 所以说 我们并不是情人 他只是在我 最需要友谊的时候 适时出现的 一个朋友 好了 伊莉亚 针对你的问题 我已经把答案 统统告诉你了 你想知道 我和法斯托弗博士的关系 并强调 你需要了解实情 听我说完之后 你满意了吗 悲赖 力图掩饰 内心的伤痛 没想到 你的日子 这么难过 加地亚 我感到很遗憾 我需要知道的 你都告诉我了 你告诉我的实情 或许 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多 加地亚 皱起眉头 此话怎讲 贝雷 秉慰 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 加地亚 我真的很高兴 自己在你心中 竟然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当年在索拉利 我从未想到 自己带给你那么大的影响 而即使想到了 我也不会试着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伊丽 即使你试了 也是突然 我根本做不到 这点 我也明白 今天 我也不会把你这番话 视为暗示 短暂地一下接触 令你一亏性地躺傲 这就足够了 这种感觉 极可能 不会有第二次 我们应当珍惜 不该强求重温 否则 只会毁掉 独一无二的 珍贵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我 现在 并不 不向你求欢 千万别把这件事 视为你的另一次失败 何况 请说 正如 我刚刚说的 你提供给我的资料 或许超过了你的想象 其实 你等于已经告诉我 你的故事 并未以绝望收场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刚才 当你在叙述我们的接触 带给你的感觉时 曾经说了 类似这样的话 很久以后 当我不再懵懂 再回顾这件事 我了解到 当时的我 几乎就是经历了一次 性高潮 可是接下来 你就开始阐述 你和阿罗拉人的性行为 皆以失败告终 我才想 你并未从中 体验过性高潮 可是后来 你一定有过 加迪 否则 你不会体验到 当初在索拉利 有过极其类似的经验 除非 你有过成功的性爱 否则 根本无从回顾 和比较 换句话说 后来 你的确找到了一个情人 有了一段真正的爱情 如果 要我相信 法斯托弗博士 始终不是你的情人 那么 可想而知 一定 另有其人 如果真有 又如何呢 那又关你什么事 伊利亚 我还不确定 是否关我的事 加迪 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如果确实不关我的事 这个话题 就到此为止 加迪 加迪 陷入沉默 贝赖说 如果你不告诉我 加迪 那就必须由我告诉你 我已经有话在先 如今 我身不由己 无法对你留情 加迪 仍旧一言不发 他紧抿着嘴 嘴角 都开始泛白了 这个人 一定存在 加迪 而你对 詹德之死的伤痛 又太不寻常了 你把丹尼尔赶走 是因为 你看到他的脸 就会想起詹德 这令你无法承受 所以 我几乎肯定 那个詹德 潘尼尔 背来 顿了顿 然后 立声说道 那个机器人 詹德 潘尼尔 就是你的情人 如果我说错了 请立刻指证 加迪 加迪 小声 打道 沾德 潘尼尔 那个机器人 并不是我的情人 然后 他猛然提高了音量 义正词严地说 他是 我的 丈夫 背来 如动着嘴唇 虽然并未发出声音 但显然 是在说他的口头禅 加迪 加迪 说道 没错 耶和华呀 你万分惊讶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认同吗 我没资格说什么 认不认同 北来硬邦邦邦地说 这就表示 你不认同 这就表示 我只是在追查实情 在奥罗拉 情人 和丈夫 有什么区别 如果两个人 一起住在某座宅邸一段时间 就能互称 丈夫 和妻子 而不必再用 情人的称呼 那这一段时间 是多久呢 据我所知 这点 因地而异 因为各地民情不尽相同 比如说 在俄俄司城 一段时间是指 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内 双方是否还不得 和其他人 发生性关系 加迪亚 惊讶地扬起眉毛 为什么 我只是问问 在奥罗拉 难以想象 有谁 会遵守这条游戏规则 不论丈夫 或情人 都一样 只要你高兴 爱跟谁做都行 那么 跟詹德在一起的时候 你 高兴过吗 事实上并没有 但 那是我的选择 我 感谢观看